港中的高層 罷免案进行开票作业 晚间5点多 不同意票超过83000票 已经超过投票人数一半 公民团体 山海公民拆量行动 宣布拆量失败 这一次有7万人投出了同意票 那代表的是 我们这7万人 可以一起来共同监督谢市长 他在这一年来 开的任何的沉默 那我们还有两年时间 可以慢慢去监督 那我也请谢市长 这两年来 未来这两年 能好好地去兑现 他这一年的承诺 包含他所说的 他要做的任何事情 任何他所开的支票 要去兑现的支票 那过去他的政策 他觉得 他也承诺有错误的地方 他要去改善的地方 我也希望大家 每位民众可以一起来看看 市长到底能不能说到做到 现场支持者 有人落泪 还有人家要打气 强调会继续监督市政 我们只是一群公民 那我面对的是 国民党这个百年大党 全党之力 投注大量金钱 精力的 能力的情况下 我们选出来的票数是7万笔包 这个差距是非常紧的 那这也说明了 国民党在情境权力的情况下 在跟我们市民 所谓拉扯之间 只能赢得1万票的差距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次的罢免案 对我而言是相对相对成功的 记者黄绍铭 基本报道 就是没有办法真的让